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我不起了 这要下去 我要惨了 这两天 大家加班辛苦了 我会送你们每个人一份礼物 你 你没跟我说 别吵 财务大叔会收到一个颈椎枕 小美会收到一齐装配 市场运营会收到弹性做班许可 产品经理嘛 送你两张巴黎岛双人游 王大武会收到两张CBA门票 蒋姜嘛 送你一张桃子 你会得到一张演唱会门票 你会得到一份钢铁侠模型 这些礼物过两天会送到大家手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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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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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会有礼物的 越来越像了 办公室低下恋爱这是 我真的到极下了 那孟茴怎么办 以她现在的状况 离开公司 可能会更严重 我再想其他办法 她现在如果继续留在公司 我的公司会倒闭的 你不是说 她跟大家相处的都挺好的吗 你在公司 不需要跟同事培养感情吧 她没有把自己 想象成一个总裁 她把自己想象成神 她怎么知道 别人想要什么呀 对吧 这不是浪费钱吗 沈总 我先过来 刚才人多 我年纪大有点不好意思 但真的谢谢你 谢我 我这几天 井椎炎犯了 真的很疼 我没想到沈总 把这事还放在心上 送我井椎神 你不用谢我 我就是来跟你说声谢谢 好 沈 沈总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外了 你那个热 我觉得心思细腻到 都可以看出我夫妻感情多 还送我一个夫妻 明月大礼包 感谢你 你洗完就好 沈总 你就把这个新品研发交给我吧 虽然我做不到 完全能够遮霸的效果 但是 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 把它做到最好 另外向你报告 咱们的新品 已经可以秒杀 一切市面上的丹地业了 辛苦了 很敬感的 谢谢沈总 我们去工作 也是 睡吧 睡吧 辛苦了 谢谢沈总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叔 你是怎么知道 员工们各自想要什么礼物 财务大师的电脑 比别人高 出十公分 说明她有颈椎病 小美明显有了新的安脸对象 应该给她添件新衣服 市场经理监控数据 一天要喝掉三个茶包 还有你的产品经理 天天泡在实验室 脸上的抓痕 一定是跟老婆吵架的时候 留下的 不如让她去度个蜜月 员工呀 就像家人 你要跟他们相处出感情 相互依靠 这才是共同创业 你如果只是把他们当成工具 那就是你一个人的灯打独斗 你这个人啊 身上总是透露出一种 孤独感 你这种人啊 整天苦兮兮的 好像谁欠你三千万死的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没想到 你心思还挺细腻的 只是观察得比较仔细罢了 那 你想要什么呢 我想要研究出粉底液 为什么 因为那是你想要的东西 我想把它当成礼物送给你 为了我 你来公司上班 是为了送我粉底液 怪不得星儿说要停下他 你会那么生气 我把它开掉你不会生气吧 虽然你们认识很多年了 但他并不了解你 他居然跟我说 LS侠美是无瑕的美 这是错的 对吧 如果连公司的美妆理念都不懂 那他就是一个流水作业的机器人 我们侠美不需要这样的机器人 那 你喜欢我什么呢 我去过你家 看到过一面墙的捐赠这名 我知道 你是外表冷漠 内心却很温暖的人 我喜欢你 虽然被这个世界伤害过 却依然能怀着温暖去面对这个世界 我们影响得那么好 我小时候做过措施 伤害了一个女孩 我当时逃避了自己的过错 直到现在 也没有去找他 也没有去找他 如果你真的故意不去的话 你不如主动去找他 如果我是当年的那个他 看到现在的你 不管你做了什么 我一定都会原谅你的 为什么 因为你很优秀 你很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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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